Hello,我是唐先生 現在五一假期,雖然下雨 我現在在兆興頂湖萬達廣場第二期的住宅 這個嵌山縣四、五、六、七棟交付 2024年5月份 商鋪做好了,我們見到無批交付 當然,如果大家買了這裏,到時有聯絡銷售 或者找發展商,便可以過來收樓、鹽樓 商鋪和門口便修好 通知一下大家 香港人有少部份買了這裏 大部份很多人買了萬達西江府 我相信大家是非常期待,一直在等著 西江府都有幾棟交流,我即時帶大家去看西江府的現場 OK 我們來到這個兆興頂湖萬達西江府一期的一個實地現場 跟大家說一個叫利好消息 因為大家期待已久,因為西江府很多香港人買了 11-15 棟正式收樓 現在是2024年5月份 在4月底和5月底有部份業主過來收樓 如果是11、12、13、14、15棟這幾棟業主 到時可以聯絡銷售,或者到時可以去延場收樓 收樓其實一日開了關,過來玩一下 收樓的手續是非常簡單,你帶齊你的手續資料 然後找回客服或物業,它是一個收房中心的 登記資料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它的11棟,望山景的 這個就是靈陽山,12棟 13棟,14棟,15棟 樓下的商店都整好了,11棟開始 跟大家走一走 因為這個西江府,它完期交樓都有一段時間 終於都收樓了,它是分開收的 11到15棟就收,但其他就要等開發生通知 其他還在整理 這裡是一個收樓區 樓下有些街鋪 街鋪都整好了 這個是其中一個門口來的 我們帶大家進去看看 跟大家看看一旗的一個部份的來源 它是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這五棟就收 其他就等待,看看工程中度 他們說的預計時間,就說到年底 即是其他一棟數 看回縣林做到 即是冰山一個 這裏叫 都是叫一個 叫好的開始 雖然其他這些還未整好 即是有些是封了頂 有些是下雨天的原因 還在這裏起錦 就是一個叫第一個開始 這個是十一度 我們看回最靠近三邊的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聽說已經有幾十戶業主收樓了 有些清潔姐姐、工人都在這裡協助業主收樓 這邊是十三、十四、十五棟 外廠看下去也挺企理的 如果大家是十一到十五棟業主 到時可以過來這裏收樓 其他動數我們就幫大家持續關注 等待到時做更新 OK 想關注大灣區最快最新的資訊 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 再順手給個like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有禁止 後來 永和